相信大家对于巨石强森的印象,一定是未感觉硬邦邦的铁汉吧,虽然拥有完全不合乎人体工学的暴击身材和粗广的外表,不过在铁汉的身躯下却住了一颗暖得让人融化的内心,在和理活圈中出名人缘好的巨石强森,不但常常亲力亲为做善事,而且也很提携和爱护后辈。 这次又出招了,有留意巨石强森的朋友,应该都知道只要有巨石强森出现的电影,当中都不乏艰险的特技,打斗场面,从2002年的蝎子王,到票房大卖的速度与激情系列,末日崩塌,勇敢者游戏,决战丛林等等,每一部都超需要极佳的体能,才可完成这些刺激的场面。 当中当然也少不免有特技替身的上阵,才让这些特技场面看起来更有张力,更实在啊。 而由2002年开始作为巨石强森御用替身的Tunner Reed,几乎每一部有巨石强森的电影,也一定看到它的踪影。 不但外形,身材也酷似巨石强森,而且身手也相当灵敏。 绝对是巨石强森特技替身的不二人选。 更奇妙的是,Tunner Reed原来同时也是巨石强森的表兄弟,两人关系相当微妙。 而Tunner Reed这些年来为了完成巨石强森的精彩特技场面,不但曾经摔断骨头,任但甚至还曾经断裂。 虽然专专业又精彩的特技场面为他带来特技演员奖项的殊荣,不过这些皮肉之痛绝对只有Tunner Reed自己才最明了。 巨石强森其实一直也很感激Tunner Reed的付出,这些年来为完成专业特技场面的努力和牺牲,不但让巨石强森相当敬佩,也让他非常感动。 为了感谢Tunner Reed的付出,巨石强森跟和拍摄团队串通,要给Tunner Reed一个大惊喜。 当Tunner Reed以为镜头是在拍摄幕后花絮的时候,其实巨石强森早已串通拍摄团队,并是一当他双手插腰时,就让司机把挡住惊喜的车子开走。 原来巨石强森准备了一辆超帅的新车给Tunner Reed,Tunner Reed看到礼物之后相当惊喜,两人最后还拥做一团,场面感动又温馨。 想不到巨石强森除了是为铁骸之余,心思亦相当细密呢。 即将有这个样程是为铁骸之余的掌描券。 您应该对此 56一的印象都陪。 感谢观看